现在也该为自己考虑一下了 掌声有请 男嘉宾傅先生 56岁来自哈尔滨退休 有请傅先生 有请 女嘉宾傅女士 54岁来自哈尔滨退休 来 有请傅女士 有请 欢迎两位 怎么了 我这么正当岁上五来岁了 我想跳跳舞 爱唱歌 爱跳舞 跳跳广场舞 他就总跟我发脾气 就让我干家务不让我跳舞 我想为自己活一活了 孙人大了 玩玩乐了呗 岁数还不大了 为自己活也是应该的 那是你只能我过日子 一天啥不干 现在家务谁干啊 大哥 现在有事我干 他成天抱着舞跳 连饭也不做 那他爱喝酒呢 他一喝酒喝多了 回来还骂我 这朋友在一起高兴了 那我又喝他酒又怎么着 让他少点喝 喝多回来发脾气 我一说他了 他就骂我 在有上地里开的四轮车 一掌就是错钩 我就给地里我就骂他 我开车我角着我开挺好的 我拐插一个钩我从拐吧 你大喊大叫的 两边邻居搁地的听着不笑话 他嚷嚷是吧 对 行行行 嫌老头来嚷嚷 还有什么 还有儿媳妇花点钱 皮是大点 他就跟我唠叨 他老说我偷着给儿媳妇去 我为了家庭和睦 让儿子儿媳妇 有宝宝 过好日子 我就瞒着他 那你钱给的 你不能偷着给的 你当我面给也行啊 那钱都是在你手高着 你就偷着给 你们家钱都在你那儿啊 我过后告诉他 他也就没事了 你为什么要偷着给呢 我想着他不让发脾气 你年轻型的 你自己你不劳动 就得还得我们当老人养活你 那是哪回事吗 那肯定不是 这事儿您是对的 他们不干活啊 干活 干活年轻人花钱大 您贴补多少一年 一年万八的 好 行 这个理财方面 大家有冲突 对吧 还有什么冲突啊 还有 我这个一当院子的鸭子鹅 我没得加 他就给我卖了 我想养点本地鸭子 下点本地鸭店 吃点绿色食品 他说小买的 他扫当院子就给我卖了 就等着院子饿买的 他也不收拾 就都得我 太脏了 对不对 都得我扫 他也从来也不自我 那鸭鹅就是 要是我下地干活 那鸭的鹅他就得饿着 所以我就把它卖了 我明白了 他就是他为了跳广场舞 除了饿着您 还饿了鸭子和鹅 对对 您是没选择 鸭子和鹅可以选一好人家 不爱饿 对吧 听明白 这这道做的也对 还有 他朋友来找他打药 我说你就要点钱吧 小家小业的 他就讲义气 一分年不要 就白给人家干 我外面交点朋友 人家有事帮我干活 钱也不要 那反过来 我再趁人家要钱 那不成了小人了吗 还有什么 上帝里巴包米 回来晚了 我说包了吧 也就差点 那块地再不能去也费事 我说包了包了回来躺黑了 就属于黑天了 躺黑了回来家里被盗了 那不都怨你吗 我还说早回来 趁着天亮的时候回来 那东西能丢吗 今天手势丢了我也心疼啊 你来啥气啊 你老盗过 想起来就盗过 这这不能 你们这埋怨有什么用啊 什么事情都强自多理 那过后心疼啊也盗过 这样过这能行吗 您什么意思呀 不过了 过不过呀 他不过我还不过呢 都够厉害的啊 行还有别的事吗 这那农村这院子大 这一下雪了 我就揽着扫着院子 他就叨过 那不行啊 我就想把院子扫力量的 人走着方便 孩子车回来停也好停 有地儿 宽潮的 我需要敞亮的 听明白了 那您扫呗 我扫我做家务啊 扫雪让我一人扫 我是白的 那咱俩要同时干活 这时候得减轻负担 那不行 我做家务 我收拾屋子洗碗 做饭 都是我干的 不是说现在不干了吗 不干不行 他做那个 没我做的好吃 不是说跳舞去了吗 不能老跳舞啊 跳舞回来还得吃饭 吃饭 他愿吃软和的 我愿吃硬的 我愿意吃面食 他愿意吃米饭 他出门买菜就买大鱼大肉 我愿意吃蔬菜 他炒菜非得吃硬点的 我就吃烂和的 行 我耳朵还不背 你们声音小点 咱们不吵架 还有别的吗 那这样是惹我了的 好 还有别的吗 货商场 我愿意穿贵的高档的 新鲜脸的 他让我买老色的 我就不同意 作为农村来讲 你买点便宜的 省些钱过日子 是不是挺好 他这么买的好的 你买好的 一穿穿四五年 你赶上不吃薪了 那钱不白刮了吗 我就愿意穿高档的 漂亮的 新鲜一点的 穿穿穿 因为年轻前没有钱嘛 是是是 顺着大点 我就要穿点好的 穿穿穿 可劲穿 没事 他管你啊 他不愿意 管得上吗 别买新鲜的 别买太贵的 钱库你归您管吗 归我管的 不也得他心里有数吗 你花完回来 他不瞒呀你 你花没花呀 花了 花了不就行了吗 那所以他就 给我干账了 干啥没听 炒两句炒两句 衣服穿在您身上了 炒价也不把您 炒瘦两斤 对不对 花钱也一点 也不算计 我先花 我把钱花完了 回来我再告诉他 行行行 这不生活 多少年来着 三十五年了 不是三年五载啊 这不三十五年 不都过来了吗 那折腾什么呢 那我年轻前瘦点圈 挨点累 现在我就想牢烧回来 我补补 你补啥呀 补失去的青春嘛 我得潇洒点了 我得跳跳舞玩玩乐乐 不不不 你跟谁补失去的青春呀 我跟他 你又是皮是改 行 你不改 我就给你分 分手啊 那他不改 你那钱是大风寡的 你就能随便来花 那给我这高了 我就得花 钱谁挣的 我俩共同挣 共同挣的 那就花你那部分呗 他得让他花呗 这样行吗 那个是不行的 分开行吗 分开 不跟他过了 那过 过 那是 但是我们俩共 共同的事 不是 人家不想跟你过 我们也跟你共同 你再不改皮 我没有跟你共同语言 行行行 就接着好 我不受趋了现在 你要皮是不改 我就不跟你过 我看您这脾气 也不是一个受趋的脾气 他不给我幸福 我就跟他理 你还要怎么幸福啊 你幸福吗 大哥 我觉得不怎么幸福 你不幸福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跟他过吗 也不是 那是为什么呀 因为他天天唠叨 哦 您嫌他唠叨 对 您嫌他不让你花钱 行 是这意思吧 对 今天想来评礼 这家庭哪有什么礼呢 我看看老师们 怎么给你们评啊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来 米娜老师 刚刚这位大姐说 你买衣服都喜欢 买高档的 新鲜的 我大哥 你们两个人可能互相撒点娇 用一点点小心思 相互取悦一下对方就好 别顶真儿 好 谢谢米娜老师 大姐 如果我说这件事的最大的问题 在您那儿 您服气吗 不服气 是吧 那我跟您说说为什么 您35年的婚姻了 也就这么唠唠叨叨 打打闹闹过来了 您变了 以前您其实我能感觉 一定是迁就大哥的 因为养成了大哥 说话就嚷嚷 刚才说话 就一直就嚷嚷出来的 说话少 就愿意用这种方式 直接地简单地 去跟你沟通 以前你是接受的 可现在呢 你变了 可能一些新鲜的事 我以前接受到了 您觉得以前 失去的青春有点冤 也没穿好的 也没打扮得漂亮亮亮的 现在又学会了 出去跳广场舞 你觉得 你找到了新的人生了 但是呢 此时 您觉得迁就就烦了 可是呢 大哥还是在以前 那条思路上 几十年的惯性 还在这么 去跟你相处 就出现问题了 因为以前 你对我 我觉得太委屈了 我现在知道 真正应该怎么过日子了 所以你就跟他吵 吵得不是那个脸 吵得是那个气 所以呢 好好的 去和最亲 最近的这个爱人 去说点好话 就像以前那样 你能体验到幸福的 我们通常 特别容易犯一种错误 越近的人啊 越羞于表达感谢 越亲的人呢 越吝啬去表示 自己对他的感恩 其实你心里 是离不开他的 他觉得你出去跳舞了 其实反而你 其实还是 顾着家里的活的 所以有话好好说 如果你真是 介绍新鲜的事物呢 慢慢地告诉他 这个大哥 认死死脑筋 他转不过弯来 但他有他的好啊 因为您说了嘛 再跳舞 也得回来吃口饭啊 饭 以前都是您做 他不会做 做的不好吃 还得您做 对不对 软饭呀 硬饭呀 衣服便宜呀 贵了的都不是问题 问题是 把心里想的 真正地去和老伴去表达 好吗 老了老了 一个伴最重要 就这样 好 谢谢秦总 来 张大老师 哎呀 多么可爱 多么朴实的大哥大姐呀 现场版的乡村爱情 真的 有两句话 一句叫 生在福中不知福 形容你们也非常贴切 感觉你们现在觉得 自己都不幸福 我委屈 大哥也委屈 来我们这儿 讨公平 讨公道来了 但我们外人看着 其实你们是很幸福的 因为生活就是在这些 你们以为不幸福的 琐事当中进行着 问题有吗 有 在家里面关起来门骂您 您觉得没什么 但是在外面 在田地里面 当着外人 喊您两句 您又受不了了 这叫什么呀 虚荣心太强 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 不是过给别人看的 还有就是给孩子钱 商量的这个问题 确实是 家就是一个 大家商量的地方 这个钱是你们 共同挣的 所以有他的一份权利 您给孩子钱可以 但是一定要跟他商量 要告知他 你自己 老考虑自己的时候啊 也要想想对方 对吧 所以我觉得 其实问题不是很大 但是呢 你们现在就觉得 苦日子过来了 可以共苦 但是不可以同甘 当你不能磨合的时候 就要学会理解和尊重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谢谢夏娜老师 来 郭老师 大哥至始至终 是没一张好脸的 也没好好说过一句话 非常地刚烈 但这样的人 往往内心脆弱 你有没有发现 他比你老很多 他活干得多 是啊 你的年轻 是因为他的衰老 你在童年龄的人当中 你算保养得不错的 他头发也卸了 也白了 你在这儿诉苦 诉了半天 说这个他不让干 那个不许做 最后你不都全干了吗 他也就嚷嚷了几句嘛 那你都干了 他还不能嚷嚷几句吗 别让他干活那么旺 让他说两句就算了 他也就在这儿 撑撑墙 也就是属于那种 外强中干性 事实上 在这个生活当中 你想要做的 你是自由的 你都做了 所以就跟这个直老虎 相伴到老吧 你说呢 那我就听你的 别得了便宜卖乖 就这样啊 好 谢谢 这事如果一定要论理的话 我觉得你错得多 还都是我的错了 你错得多 这三十五年 这老哥哥还真是 被你欺负得可以 但是我心眼好 心好 他心坏啊 他嘴 对 我还真没听说 一说话就好 我最反对的就是这 我心眼好 但是我老欺负你 我刀子嘴都不欺负 你别了 没这样的 你看给人弄的 那他又不改 我就不跟他过 那是您的自由嘛 没问题啊 您一会儿也可以不出来 把他一个人撂在这 对吧 这都没什么呀 对不对 那我又不听你听他 那我就出来 不听你听他嘛 那听他的呗 一会儿说话的时候 还有六十秒 大哥 你可以不说 吃了那么多苦 可以不说 你多说两句 说两句 他不说我不跟他过 爱过不过 他不表白我不跟他过 大哥你就不表白了 今天还就不给你这个梯子 我看你怎么下来 来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想我们说话不好听吗 想我们说话叙道吗 我们不说了 不说话我就不跟你过 老婆 谁欺负谁 你们可可谢谢 不容易 好 请回请回请回 来 请关门 所以生活里就是这样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相 现实生活里还有另外一个真相 但是你把两个真相合在一起 就是过得非常恩爱 也很幸福 家庭里面那些琐事 他们当时觉得烦 但是真的被外人提到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不就是恩爱幸福 和日子的一种表示吗 这个日子过得有烟火气 就特别天地气 这才叫日子 小花同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